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河合楼山究竟是谁人 在民间的船水中就是两个小丸洞 一个手起大火的好笑 一个手提到精美制压 是想在女卫中出现 所以民间就因为合合楼山是两个小丸洞 有些在一堆一堆可爱的少女儿子 属不得 他们两人其实是年纪最差很多的梦人极高 李宗盛伎人物 这是当代两位死生寒山已失敌 两人露天的性格是上行业不离 花天蜡蜡蜡蜡交流 两个人上滴上色 小时兵友又小时北京 讨一句台湾外国 甘地是塞公子上贵 感情达到不得了 因此有人形容 有些感情滋滋滋滋滋滋 也会称这一堆 和秦桥时和合楼山一般 中心在民间故事代代传 欢迎收看奉心本心志传说 寒山是第一个故事 当时我们说到 如期术来到国城市 要拜访寒山大叔 但是寒山他没有在那里 文贵主持才知道 寒山是来自如的混友生 虽然倡在国城市出入 但是他会去住在那里 是他的主角 没有一个人说得出来 说到国城市 这是寒山大叔和实际三叔 请了出集的所在 是佛教天台中的法官邸 也是日本佛教天台中的祖定 早年在南朝南山邸 太建民意的旗舰 是由一位民兴的生命 帝宇 他在天台山结草尾楼 到了水导的时候 水荣帝 让帝宇发生为帝家 才为天台山打出名 帝宾大叔 自由聪明好客 是一名帝宇寒 生在一表人才的官方主帝 昨天世代为官 离他的父亲 也在驚慎 念这上当官的官位 可笑的是 帝宾出世的时候 正在冰冰马鸾 军向分析的南北条时代 帝宾看不见 为了观世有望 无许任何大家 向上修台露了 不得龙岩死去 民不了生的 帝国主义生态 于是含尼寇寺 这却云月 金鸣好栽河 一虎不改 马鸾欧尼的帝宾問生人岁 请问起生死 你究竟是要画什么呢 那位生人回答岁 如果你有困难 帝宾都会痛苦 烦恼 请世伯一点 让我宝宾 帝宾大厄一家 这位生人既然 要画他人的烦恼 这几时大家都相当严厚 幸不得全部都开会的坏东 他看通通都要改变成熟 生命看到地海发起的感情 变快逝世 时日有数不低 出家人什么都没习 尽量要求 他苦恼都会为了在心病 如果你将他等给我 我将他化解掉 尽由三部世界的分分重生 不得都改变了吗 地海问生灵岁 那你是有心理的发布吗 生灵回答岁 有八万四千万的发明 有了有了就有办法 就像我出了家 一开始就下掉了三千万的烦恼 在家里是你的精神修痴 到现在一点的烦恼都没有了 地海听了生灵岁 在翻课时刻下 便满到家人来到惊醒一间死因 天天了头门 命出了解决 生为一命真正的出家人 人的外表出了家 但是心并没有出家 尽求也是烦恼中央 借到无法化解 地海受了有胜 天生来的时依 都拥都以来冠方的志作 也就是以冠了 拖不出关系 尽由根本无算是出家 为了办法就是 靠自己的力量 地海的决定 离开惊仙 搞化华之地去灵魄 修行的途中 尽由这是真正的出家人 地乙台书 一边发言 一边看路 将来到天台山 地乙台书发言 天台山的珠峰高颂一份 四周已真了解 一层一层的青山 对他 真正是修行的好地方 地乙台书 一边走一边看 天台山 不离开 又在中间 处处都有吉花仪草 要清凉 清洗的座椎 最后 地乙台书 处定在座椎的旁边 有一处厚度的所在 去毛草处 做自己受刑的资所 八岁听到有出家人 要在山内受刑 大家都主动 帮台书去草处 这就是国庆市 上概草建市的由来 随着地乙台书的名字 越来越大 因此 因此 云公贵俗的主意 也因此 有关乎的关系 国庆市经过很多次的 翻修改建 直到现在的規模 国庆市 先后有第2台书 寒山与实立两位三书 所以特别受到 这种人的关系 国庆市回到国庆三运动 寒山与实立两位主角的心胀 台湊赤书李库英 到处来到国庆市 都是破了亢 李赤书没死心 收集了国庆的政策 将预料 寒山台书的行众 经过探主的徽埔 寒山台书已经在国庆市 掛丹滚六年了 李赤书高代塞下 要好好看修图 寒山台书 他自记快骂加变 为冠府一路冠道了国庆市 李赤书一路买 就直接来到寒山 市上出立的大寮 那就是赌榜 李赤书 这大力大寮一步 寒山就走一步离开 王后山的方向离开 李赤书 站上快买 也王后山的方向前进 一路堆一路划丁 寒山台书请老婆 寒书请老婆啊 李赤书最高了天台山一处 南边正风又十多穿 李赤书看前风已经没路了 寒山台书已经没路可走了 于是李赤书下了买 慢慢的走过来 寒山台书感觉有人 为后面紧了过来 便一流眼的转下去 李赤书的帮书来 说得很奇怪 李赤书的帮书 稍如合起来 寒山台书更连在李赤书的眼前 李赤书的消息了 李赤书向前走了几步 靠近李赤书这看 李赤书上一点帮书也没有 人就只有消息不减 这未变得太神奇了 这种李赤书的书竟不久就传片开来 寒山台书 平白无故转下去 干拼来 就真有消息不减 到了国庆是拜拜的 虚客人就开始传说到 国庆三文是新鲜的化身 传说寒山是文书菩萨所发现 主义实在就是破现菩萨的化现 有一种书竟对于文书 他破现这两尊菩萨的内力相当好奇 他是清教国庆史主持 主持对于书竟因说 文书他破现两尾菩萨是 释迦无尼佛的祖书协书 每一尊佛的祖书都有 两大地主在心碑 协助奉扬付法 文书他破现两尊菩萨是一切 大菩萨中的上修菩萨 协助奉扬付的地位 荐隆人协助佛德大传法人 所以清为大法王主 文书菩萨降生的事后 有十种上水的结想出现 因主由清为妙结想 亦是荣将尊王如来 德加祖旁来度化众生的菩萨 未来生佛之后 会受救于普善如来 祝于普善菩萨 祂是无用佛出世以来 祂发愿功修大行 所以请好为大行普善菩萨 普善菩萨起行 六月大白秋 发生千百亿的发生 来为众生肖宅改善 协助众生幸运祖林 何生旧主义的杜业复告 这时风甘尘菩萨出现在国情时 就对兴契因素 寒山奈温书 实力亦破现 両人如兄弟 来去盖祖旅 风甘三叔为一岁完之后 人也就在顺甘消息不减 方便刚好有一位生命经过 睡了一骨月 文书破现盖来去 不得密度在眼前 相处未兵别生命围中的含义 主持看了之后 也只有无奈在笑着 寒山实际到风甘尘菩萨 他们是国情时的三宝 也是风拥天台中幻蒙 重要的生灵 寒山已实际两位尘菩萨的幻影 妙力如珠 每一片都是像我身外的地匪 特贵构数的山水 让我们轻松学习 两位尘菩萨的人生联合 请保持风甘尘菩萨集团水 继续製作 华国的河北 四季既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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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会解计的经贵 生人卫中的意思是 大家只知道 对来期无中的寒山和实际 其实真正影响寒山和实际的 最关键人物是风甘尘菩萨 但是尘菩萨站在众人的面前 所以没人知道 看到尘菩萨也没人讨议 还有除了要求出地匪和公行台湾以外 真正的目的是 找人生解脱制度 福威萨萨是求得人生的解脱 以及累積来世的福报 若是不明白福威相守的目的 最好一定会偏向收穫 不急买收威 怕到最好也是无法解脱 流入来很多遗憾 乳气宿对着寒山台宿的脚步 这是万丈 应该要好好帮威 寒山所流入来世故 这真是真正有帝 寒山台宿二级消失在天台山的岸边来 过了一段时间几乎 在天台山的双客旁出现了一面风天灰霜 这面灰霜 以后穿得破破暖暖 行事逐风相当怪异 有时候会出现在国情宿的双门情对空公媒 有一日 有一名风客阿亮来到国情宿拜佛 万人是以怀疑处来有无清晰的拍摄在作坏 不是有点无敌 还是仿佛开门击书到处来作坏 到处大关料付酒 最后也是堕落无功 听闻国情宿来有森林 就是高生出发 所以就来到国情宿拜拜 順便探聽森林,即是孤生時到一位 向客阿良探聽了幾半年 都沒有問出有什麼森林,即是孤生這個人物 心來十分寄生,帶到擔心的腳步來到了三夢中 看到有一個行事怪餘的風電飛翔 才對到天空頂鬧鬧著氣 阿良在各鄉這名風電飛翔應該就是所有的仙人 就遭到飛翔的民情,幾乎來請求我 仙人,仙人,你愛救救我,我在想死了 我家裡有無清潔的怪物,我在想讓他救我死了 緊救救我吧 風電飛翔跟這個年輕人看見 仙人,用手去摸他的下頭,又摸自己的下頭 心來笑到睡,這個人頭下就不發生了 嘴來已經說一些奇怪的話 就不發生,全陽會要死了呢 風電飛翔對年輕人睡,年輕人 我看你明明都好好咧 哪有一夫在想死的模様 甘得黑言亂語 喂,年輕人 你叫做什麼名字啊 年輕人睡,我叫阿良 我家真的有無清潔的怪物 我比他接我到在想死了 難道你要見識不久嗎? 看你還是一個出嫁人 風電飛翔比阿良這年一歲 就不得不出手上求 只好逆到頭皮,到阿良的家裡 替他讀到家裡的牌名 風電飛翔來到阿良的家裡 在家裡,家裡的家裡都不溫暖 看到眼睛都不溫暖 風電飛翔問阿良 為什麼你的感覺 家裡有無清潔的東西 阿良說,前兩天 出門到死一隻狗 我好心用死狗和埋葬 又是有抓紙給他 對他說,拿了錢以後 後死人要倒胎做人 不可以再來做狗 我才說完,那隻狗好情像是痛有 看我正在笑 我走到鳳梅市 趕緊獎魚抓去台 到那天的晚上 那隻狗就來我的夢中找我 我怕到睡不著 這請教室來處理做法 風電飛翔說 你是在做好事 狗不會來向你討人 你不用怕 那隻狗是來向你洗的東西 風電飛翔 中英島的夫主 全部都聽到 連後對阿良歲 為了這種東西 完全是煮炊 何況你如果五歲之後 那隻狗的意思 你好心中英賣種了 那些少爪錢給他 他的心已經立著改團 立著了你的祝福 生氣了看悲心 他是要來近你告別的 他要去倒台轉世 不常就是倒台要成為一個人 阿良聽了風電飛翔的話 中國人心虧以外 向前開朗 問飛翔說 真的是這樣嗎 他真的要倒台做人了嗎 風電飛翔飛翔水 當然是真正的 出家人是不但忘記的 這樣吧 我送你一個東西 你去拿著旁邊 我把聲樂來送給你 阿良準備了旁邊 跟旁邊 風電飛翔水下了一首詩 六人風鬼魅 第一目驚喜 人的目彩句 好名字當時 阿良看到詩句 想了半日 不了解其中的意思 風電飛翔就向他解釋歲 當你發現有鬼 當下千萬不能驚訝 你一旦驚訝的位 就會被鬼堪在驚 你不能將鬼放在心上 要將他放水樓 連樓對他刺喊一聲 他就會被你驚走 阿良在家裡 每個角落都大花一聲 花完之後 自己心來鬆快加盛 一直感謝風電飛翔的救命 集運 準備要拿出人家 共用飛翔 飛翔歲 我沒有接受共用 我只要求你將來到行程 去幫助散家的人 這就是對我最好的共用 如果你確定過意不去 那就將錢拿去共用 國青史的成長吧 飛翔月一歲完 準備要離開 阿良對問飛翔的法庫 飛翔秋秋飛十歲 天台山風電飛翔時 心中的鬼是自己做出來的方角 如果你沒有做開心事 無限的鬼就不會來找你 風電飛翔用一休息 來安住阿良的心 其心也是安住眾生的心 鬼不可怕 心亦真是可怕 但是眾生就是會怕鬼妹來靠靠靠靠靠 這些母家身體和心靈都不會安穩 風電飛翔替阿良的心靈 這件事就這樣傳片出來 有人說 這名風電的飛翔就是寒山大師 因為它所剩的事故 和寒山大師的方角是一模一模 今天的故事我們就說到這裡 感謝你的收看寒山實力的故事 我們會再見 看金華聽重點 一起來聊寒山實德的故事 大家好 我是沛城 旅逝時來到國青寺 要探訪寒山大師 發現寒山大師 並沒有在寺裡 全是願你的身重 卻都沒有人知道它的去向 說到國青寺 這一座寒山大師 與石德大師 時常出沒的地方 乃是佛教天台中的發源地 也是日本佛教天台中的主庭 天台中主庭的由來 是南朝成宣帝太監年間 有一位叫做智夷的年輕生人 來到天台山解草圍爐 到了隋朝時 隋陽帝就封智夷法師為智者 因此智者大師為天台山打出了名號 山下的百姓主動幫智夷大師 蓋草屋讓他修行 這就是國青寺最初見識的由來 國青寺自從有了寒山與石德 兩位禪師進主之後 開始鳴聲大照 大家只會追逐行蹤不定的寒山與石德 其實真正影響寒山與石德的關鍵人物 是封甘禪師 但是他站在眾人的面前 卻沒有人知道 封甘禪師自己就是默默的站在一旁 觀察眾生百態 寒山與石德的名氣傳遍了四方 台洲次時呂秋映也聽聞風聲追到國青寺 呂次時一到國青寺 沒有想到寒山道師卻找他一步先行離開 呂次時快馬追趕 一路上追到了天台山的山腰 發現寒山大師鑽進了一面眼壁裡 就這樣消失不見了 寒山大師消失不見之後 出現了一位瘋癲和尚 瘋癲和尚開始有化人間 遇到一位受到冤魂困擾的信眾阿亮 阿亮告訴瘋癲和尚 他受到冤死的狗冤魂清了 讓他無法睡覺 經過瘋癲和尚開始之後 心情豁然開朗 從事睡得安穩 不再失眠了 今天就先聊到這裡 感謝您今天的收看 三分鐘聊寒山時等 我們下次再見 有請您的視頻 視頻 點讚 就心就心如意 安眠官公 尚改公意去 以孙高明是大德国 在新亚教作专攻略 文在新如意感到完美 唯明北方是相対空 百姓过海天神堂 三千度祖日高祖 主婚三改化万物 造新亚 以生爱吃甜 你是尚心爱白甜 两手不三 由两间 有故乡全大行都会痛 瘫山湿着真好喝 唱唱乙业又不稍微 三台主你路车骑风飞 一生开花 蜜蜜蜜都大大 唯唯一什么都不吃 唱风鸭 唱乳酱身帆 做做买一生才呀 车踏来先难忘乱 世间大事又买真大 唐海人 想爱白魔祖 想让他拎平安免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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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严老公 若是做买一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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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